哈喽大家好我是皮仔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根据Celine 2022秋冬秀场 总结出的一些可以复制的搭配思路和公式 那Celine的这些秀场款呢 我觉得都是可以穿出门上大街的 所以是非常日常和实用的 然后这期视频用到的单品呢 基本上都是来自Mango或者优衣库等 做工品质都不错的评价品牌 而且非常适合小个子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期 那我们就抓紧开始吧 那这次秀场灵感的第一个look呢 就是来自这一套黑色高领内搭 加长大衣加阔腿牛仔裤 和黑色高跟怀靴的一个组合 这次Celine秀款 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阔腿的牛仔裤 它是在多个搭配中 反复出现的一个高频使用的单品 所以我借件的第一套呢 也是最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条阔腿的牛仔裤 首先呢它的长度 我这个身高穿非常的合身 就是一个九分的长度 搭配秋冬的槐靴非常的好看 可以露出脚踝最细的部分 又显瘦又利落 那对于小个子来说呢 这种刚刚好的九分的裤子 也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它裤脚呢 是有一个小破洞的剪裁 就跟秀场那个裤脚毛边的设计 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破洞的剪裁 比那个毛边还要更好看 设计感更强一些 然后呢这条裤子 它的穿着舒适度非常高 这个品牌之前就跟大家推荐过 好几条他们家的裤子 牛仔布都是非常非常软的 而且裤腿裤这个裤型 本身穿着就很舒适嘛 不会特别的紧绷 所以即使通勤穿 需要久坐的话也不会难受 那它的裤型呢 不是完全直筒的 裤脚会稍微有一丢丢的收口 有一点那种萝卜裤的感觉 所以穿起来会更加的 慵懒和休闲一点 腰呢是在肚脐的位置 也算是一个高腰款 这条裤子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 我觉得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 春夏的时候搭配一个小白鞋呀 或者平底的凉鞋也很好看 属于那种使用力很高 也非常日常实用的基础款单品 大一呢是Mango的 它是含32%的羊毛 比较保暖 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 质感还是很不错的 它的版型呢跟袖场那件非常的像 都是有点像西装的那种肩线比较挺阔的大衣 长度呢会比袖场那款短一点 对小个子更加友好一些 大小的话我穿是非常合身的 肩线和袖场也是刚刚好 领口这个翻领比较窄比较秀气 也不会压个子 它这个肩线特别挺阔 就跟袖场那款一样 都非常的修饰头肩比 穿起来看着人很精神 下面搭配的怀靴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 By Far的Sofia 如果没有看过之前视频的姐妹 我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靴子真的非常的好穿 它是很柔软的小羊皮的 所以穿起来特别好走 完全不抹脚 鞋型也非常秀气 最近各大电商的大厨已经开始了 这款靴子的折扣也会比较多 我都会帮大家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 里面的黑色内搭来自优衣库 它是100%美丽弩羊毛的 贴身穿是非常非常轻肤的 完全不扎 它这个领子可以向下翻好几层 所以是可以调节高低的 这个黑色的高领内搭 也是这次绣场里面高频使用的一个单品 秋冬来做内搭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那第二套的灵感呢 是来自于这个中场款的君丽丰衣 加牛仔裤 然后加一个帅气的马靴 再加一个腋下包的搭配 这套呢会更加的帅气和硬朗一些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风格 那这次绣场里面中场款的这种外套 也是高频出现的一个单品 我用到的这个外套呢 也是Mango的 这件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 它是一件有打蜡效果的派克大衣 这个面料是棉质的 但是它外层有一个打蜡的效果 就手感摸起来是非常特别的 有一点像那种皮衣的感觉 然后细节上看上去呢 也会有一些做旧的那种效果 领口是灯芯笼的 也非常特别 我觉得这件有一点像 Toe Time的一件大衣 会有一点工装的感觉 那它在腰间和胯这边都是有口袋的 也非常方便我们装东西 然后拉链和扣子的这个五金都是金色的 就如果你敞开穿的时候 里面搭配一些金色的饰品啊 包括金色的皮带什么的 它在造型上也会有一个整体性 我用的这个皮带也是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by far的 这个皮带我觉得也很好看 它那个皮带头非常的有质感 是光泽度很好的金色 可以跟金色的饰品做一个呼应 然后它这个皮带也是有一点光泽度的那种漆皮的 这个外套它虽然是一件很日常的外套吧 但是细节上是非常独特的 就让它看起来会有点像设计师品牌的一个外套 然后它的做工啊 质感什么的也是非常好的 长短的我穿是可以盖住整个屁股的 也就是一个中长款的长度 大小啊 袖长什么的都是非常合身的 袖口是有一个暗扣的这种翻折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外套它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轻薄款的风衣 但其实它里面是加厚的 摸起来有一点像小棉衣 所以它也是有一定保暖度的 我觉得很适合在秋末初冬的时候穿 而且它外层这种打蜡的面料 也是有一点防风的作用 下面搭配的这个牛仔裤呢 它是一个八分长的这种窄管的直筒裤 这条裤子之前就跟大家推荐过 跟刚才那条阔腿裤是同一个品牌的 也非常的好穿 穿起来很舒适 它是比较贴腿的窄管裤 但是它弹性非常的大 而且特别软 就跟穿legging的感觉差不多 然后这种八分长的长度 搭配这个马丁靴也是刚刚好 不需要再把裤子塞到靴子里了 非常的利落 也不会窝窝囊囊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牛仔蓝和均绿色 配在一起也很好看 这个黑色的靴子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推荐的胶下的 它也是比较帅气的那种马丁靴 然后这个靴子呢 它是有防水功能的 穿起来非常的轻 很好走 也很软 是不需要磨合漆的 而且它这个鞋跟 是有将近6公分的一个内增高 所以小个子穿还可以垫个子 这靴子我觉得很实用 性价比也很高 下面这身的灵胆呢 来自于这套粗棒针提花的毛衣 加动物纹路的半裙 然后加一双黑色的槐靴 那这套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件提花毛衣 我觉得它是非常日常使用的一个单品 但这个动物纹路的半裙 我觉得有点难搭配 尤其是和上半身提花的这种元素 配在一起就容易看起来比较乱 所以我换成了更百搭的一个黑裙子 然后光腿搭配槐靴的话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点冷了 而且对腿型的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我就换成了棉袜 搭配一个厚底鞋 这样子会更加日常使用一些 那上半身这个毛衣呢 我非常的推荐 它是优衣库的 颜色是特别特别温柔的那种燕麦色 搭配这种烟灰色的花纹 我觉得是特别舒服的一个配色 看着人也很干净 这种粗棒针的毛衣 会比较年轻简龄 也比较休闲 那这件毛衣呢 它贴身穿是非常柔软的 大小啊长短什么的 我穿也非常合身 它不是特别宽松 特别大的那种 所以不管是单穿 或者做内搭都可以 这件毛衣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食物真的非常的好看 下面这个半裙呢 是Mango的皮裙 它虽然不是真皮的 但是它这个皮非常非常的软 手感是类似小羊皮的那种感觉 里面是这种绒面的 贴身穿的时候非常舒适 一点都不会闷 完全不会有假皮子那种 特别硬 特别塑料的感觉 质感和做工都很好 然后侧腰这块有一个 像蝴蝶结一样的装饰 后腰它是带松紧带的 所以穿起来非常舒适 腰围我穿也是刚刚好 然后黑色的这双后底鞋呢 是RV的 我长草他们家这个乐福鞋 挺长时间的了 然后最后也是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大家说这一双会舒适度比较高 这双鞋它的鞋底 差不多有四公分吧 还是挺厚的 但这双鞋它很轻 一点都不沉 这点我还挺意外的 鞋面呢是漆皮的 背后这块有一个RV的字母飘带 会增加一些少女感 鞋头是这种圆头 比较可爱 但它这个鞋面不像是 Dr.Martens那种比较宽的 它会比较秀气 然后鞋头这块也有一圈凸起 就有点像Prada的那双 不过Prada那双 我可能脚太瘦了 穿起来会有一点点不跟脚 但这双它因为包的比较多嘛 所以走路的时候是不会掉的 它虽然是一双漆皮的皮鞋 但我觉得它作为一双皮鞋来说 已经算是比较软的了 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反正我收到之后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这双鞋 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穿 不管是光腿穿 还是配长裤 或者配棉袜什么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低帮的嘛 所以你光腿穿的话 也不会把腿给截断 看着腿比较长 我这双是从Materesa上买的 它们前段时间是有一个偷偷的降价 Materesa它们在双11的时候 是会有RV的思促的 所以如果想买RV的话 在Materesa上面是非常全的 像我这双当时 冀中国就是有一个额外的定价优势 折扣季也已经开始了嘛 如果有好的折扣的话 我也会及时发出来 那这套就是我改良之后的一身 我觉得会更加的实用一些 天冷的时候再搭一个大衣也是没问题的 下面这一身的灵感呢 是来自于这一套灰色大西装外套 加阔腿牛仔裤 加黑色高领内搭 和黑色怀靴的搭配 这套我觉得特别的日常 也非常的适合通勤来穿 这件衣是很强的 我上半身的这件西装呢 它不是很轻薄的那种 它是含羊毛的 所以比较厚 穿起来呢也有一定的保暖度 肩线这边呢 跟第一件大衣是一样的 非常的板正 穿起来就是那种直脚尖 特别精神 然后这件的板型呢 它不是特别宽 不会特别的肥大 长短的话呢 我穿基本上是可以盖住屁股的 然后大小呀 肩线呀 袖长什么的也挺合身的 然后这个西装 它不是那种纯色的灰 仔细看 它是米色和灰色的小格子 所以不会特别无聊单调 不过它这个格子特别小嘛 所以从远处看的话就有点像那种纯色的 这次Slim的袖长很多套都是有用到这种比较夸张的大金链子来搭配高领的内搭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种特别夸张的粗项链的话 用日常的项链做迭带也是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的 我这次迭带的项链呢是米苏玛的 它们在双十一也会有大促 到时候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买最划算 跟大家额外推荐一下我最近新买的这条皮带 这个皮带呢它也是掰饭的 这条皮带我长草很久了 但小马一直是断货的 然后最近呢是在Louis Varama上找到了一个小马的 而且还在打折 这个皮带它的五金是那种雾面的铜金色 也非常的好看 会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皮面呢也是有点光泽度的那种漆皮 它上面有压纹 非常的有质感 这个宽度也很适合小个子 它这三个方扣的设计 我觉得是既简洁 但又会让你全身搭配有那种一下子亮起来的感觉 下面搭配的裤子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推荐的阔腿牛仔裤 鞋子和黑色的内搭跟第一套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里面的这一套特别特别的百搭 就是你在外边随意切换大衣都可以 特别适合比较忙碌的职场人 那说到职场人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必备的东西就是咖啡 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受欢迎的这个三顿半的咖啡 他们现在是开了海外的官网 那三顿半咖啡呢 他们用的是百分之百的阿比卡咖啡 没有其他的添加成分 是一款精品咖啡 但是呢它是速溶的 所以冲泡是非常方便的 用冷水也是可以冲开的 而且它都是装在这种小罐里面 也非常的方便携带 我这罐呢它是一个混合装的 想要尝试一下 它们不同口味的姐妹可以选这一罐 但我个人最喜欢的呢是5号 当黑咖啡盒或者加牛奶都很香 5号也算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一款 然后品分方给了我一个独家的折扣码 不仅可以打折 还可以送大家一个很好看的咖啡杯 我也会帮大家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 这三顿半的咖啡 我觉得不需要多介绍了 已经非常有人气和受欢迎了 想囤货的姐妹可以用我这个折扣码去海外官网 享受一个额外的优惠 寄送是非常方便的 下面这身的灵感呢来自于这一套大衬衫式的格子外套 加白色的高领内搭 加阔腿牛仔裤和黑色槐靴的搭配 那这套的重点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大衬衫式的外套 其实除了这套搭配以外 秀场上的另一款搭配 也用到了这种衬衫型的大外套 非常的休闲随性 有点酷酷的感觉 我用到的这个衬衫式的外套呢 是优衣库的一个男款 它也是比较宽松版型的一个衬衫型的大外套 然后这个外套呢 它的面料也比较厚 摸起来手感有点像羊龙的外套 也是有一定保暖度的 因为面料比较厚 所以穿起来也比较挺阔 上身之后有自己的型 虽然是一个男款的外套 但是我穿的话 大小还是比较合身的 长短差不多盖住多半个屁股吧 然后它比较宽松休闲嘛 所以里面搭配一些戴帽子的卫衣什么的 也是可以的 那里面白色的这个高领内搭呢 也是优衣库的 和刚才那个黑色是一样的 这种基础款的内搭真的非常实用 尤其是这种黑白灰 比较百搭的颜色 这身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和日常的一套 下面这套的灵感呢 是来自于这套短款的圆领外套 加黑色高领内搭和阔腿裤的一个搭配 近几年死令的秋冬秀场 经常会出现这种圆领的短款夹克 这种夹克我觉得是最不挑身高的 对小个子非常的友好 然后因为它是圆领的嘛 所以会增加一些女性的那种柔美 不会像翻领的夹克那么中性 然后这种短款的夹克穿起来又比较干练 我这套呢是做了一点点改良 上面身搭配的这个黑白外套呢 它是一个黑白格纹的 我配了一下浅色那条牛仔裤 我感觉它跟黑色的裤子会更搭配一些 所以就换了一个这个黑色的皮裤 这个外套也是粗棒针的 有点像那种小香风的粗花泥外套 扣子是黑金配色的 有点那种宫廷的富贵感 和里边金色的这个项链也有一个呼应 然后大小啊长短什么的 我穿是非常合身的 然后这夹克它还挺软的 我觉得穿起来舒适度也挺高 不会特别的沉也不会板在身上 像这种圆领的夹克 也特别适合在里面搭配高领的这种内搭 下半身这条皮裤呢也是mango的 这个裤子我很早前就跟大家推荐过了 大概是我去年买的 我已经穿了一年的时间了 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喜欢 之前一直是断货的 最近我看他们补货了 这条皮裤呢我穿就是一个全长的长度 裤型是一个直筒裤 腰围会稍微有一丢丢的宽松 然后这条皮裤它穿起来特别的舒适 虽然也不是真皮的 但是摸起来跟刚刚那个皮裙一样 非常非常软就是那种小羊皮的手感 它里面也是这种绒面的 所以贴身穿是完全不会闷的 非常的舒适亲肤 做的时间长它也不会累呀或者闷什么的 这裤子我超级推荐 穿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非常喜欢 之前也用它做过很多搭配 下面这套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 中长款的毛茸茸的外套 加黑色内搭 加阔腿牛仔裤和黑色槐靴的一个搭配 这套我觉得还挺独特的 像这种毛茸茸的外套 如果你去搭配一些雪地靴呀 运动鞋之类的 就会比较可爱 有一点小朋友的感觉 那样的穿会比较简龄 但是可能会缺少一点气质和高级感 但是它搭配了帅气的牛仔裤和这种高跟的槐靴 就立马让这套有那种时装感和高级感 也增加了一些气场和时髦度 我觉得这套的搭配思路非常巧妙 也很值得学习借鉴 里边的这个黑色内搭和牛仔裤跟刚才的一样 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外边的这个毛茸茸的外套呢 是来自于优衣库 这个面料就是特别特别软的那种面料 所以贴成它非常非常的轻敷 有点像那种小毛毯的感觉 长短的话呢 它是做了一个前短后长的设计 从正面看不是很长 然后屁股后面呢 是能盖住多半个屁股 让这衣服看起来比较立体 版型是比较宽松的 有一点点像圆弧的那种形状 跟袖场那件外套的版型还挺像的 不过这件刚买回的时候 拆开会有一丢丢的掉毛 需要抖一抖 然后穿一两天 它就不太会掉了 下面这套的灵感呢 是来自于这个皮毛一体的外套 加高领内搭和皮裤的组合 这套我觉得非常适合再冷一点的冬天来穿 我把它这个长筒靴换成了RV的这双后底鞋 更加的好走日常一些 这种皮毛一体的夹克就特别保暖了 但真正的那种皮毛一体是非常贵的 我现在用到这个夹克呢 也是一个平价款 但是它的做工和质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它这个皮面看上去是有那种 做旧的纹路的一个处理 手感摸上去也非常不错 就是那种软皮子的质感 然后这夹克里面全部都是这种毛毛 它这个毛的做工和质感也很好 这件是完全不会掉毛的 摸起来的手感也非常的松软 大家应该从视频里就能感受到 它那种松松软软的感觉 有一些平价的皮毛一体的这个外套 它会有点硬 但是这件皮子就非常的软 所以在走路和行动的时候是很方便的 长短大小什么的我穿也是很合身 长度就是在胯的这个位置 算是一个短款 深棕子的皮配奶茶色的毛边 这个配色我觉得也很好看 非常的秋冬 跟里边这个金色的项链也比较搭 下面这套的灵感呢 来自于全黑的这一身搭配 绣场这套它虽然都是一身黑 但它通过不同的材质来增加了一个层次感 同样光腿穿的好觉得有点冷 所以我换成了棉袜 上面这个西装外套呢来自于low classic 它不是全黑的 是有点发青的那种灰色 也是非常好看 很高级的一个颜色 这西装它在前襟这块的剪裁设计还挺独特的 在走路的时候会有飘逸的那种感觉 它的长度我觉得对小个子还挺友好的 大概是在胯和屁股中间这个位置吧 不过这个西装它不是特别厚的那种 比较适合秋天来穿 最后一套的灵感呢 是来自于最酷的这一身 就是用皮夹克搭皮裤的这一套 上面身用到的这个皮夹克 我应该穿了一年多了 它就是一个经典款的机车皮衣 也不会过时 版型比较宽松 然后袖子我穿会有一丢丢的长 这件皮衣呢它比较轻 皮子也很软 所以舒适度会比较高 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然后尺码和详情之类的 我都会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